何家荣啊何家荣,你很强大,可别让我找到机会哟。 808集 林雨抬头,透过了树缝,看向了满天的云层。 见兔子说得在理,他点点头答应了下来。 结果没走一会儿,栓子立马捂着肚子哎呦地叫起来, 头上满是冷汗,倒吸着凉气说道。 俺肚子疼,你们先走着,俺找个地方,拉跑屎去。 安妮听到栓子这话说得这么粗俗,忍不住皱着眉头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说着栓子也顾不上一切转身往一旁的草丛里面走去。 等等,俺跟你一起,你自己去就是招死。 兔子冷冷地喊了他一句,随后转头冲林雨和安妮说道。 哎,你们两人一会儿要是想方便的话,也得有一个人在周围看着, 因为这儿啊,有很多长得跟草丛树叶一样颜色的毒虫和毒蛇, 要是被咬上一口,那不死也得惨。 他说这话倒也不假,林雨来的时候也注意到, 很多的昆虫身体的颜色和树干树叶是一样的, 要是不仔细看,根本辨别不出来, 而且有些昆虫确实带有一定毒素。 其实兔子的话主要是为了警告安妮, 因为男人小便的话是站着的, 不用担心屁股被咬, 只有大便的时候才有被咬的风险, 而女人就不一样了。 安妮听到这话面色不由一白, 不过好在她这几天为了防止在蜜林里方便, 吃饭和喝水都控制得非常好, 基本上是回到军营之后再方便的。 行,那你跟她一起去吧, 我们稍微往前走一段。 林雨点点头, 叮嘱秃子他们注意安全。 你们尽量慢点啊, 别走太远, 一会儿俺追上你们, 咱们就得往回走了。 秃子再次看了一眼表嘱咐道, 好, 林雨答应了一声, 接着抬脚要走, 突然想起了什么一般, 立马喊住秃子冲她招招手。 那个, 手镯先交给我来保管吧。 秃子面色猛然一变, 冷冷地望着林雨说, 你信不惯。 我们总共没见过几次面, 我要说我相信你, 你信吗? 林雨冲她淡淡地笑了一下, 说道, 秃子冷哼一声, 略移犹豫, 接着还是把怀里的镯子递给了林雨, 随后转身带着栓子去方便了。 安妮见林雨把镯子要回来顿时松了口气, 以秃子贪财的性格, 只要镯子在他们手里, 秃子他们就不会放任他们不管。 林雨带着安妮继续往里走去, 但是走得速度非常慢, 确保秃子很快就能赶上来。 但是他们走了有半个多小时, 秃子还是没赶上来, 林雨不由纳闷地看了一眼手表, 见快两点了, 心头疑惑不已, 都这么大一会儿了, 怎么还没赶过来, 拉肚子拉成这样了? 林雨抬头看了一眼 黑漆漆的密邻深处, 眉头微微以簇沉声说道, 不行, 我们不可以再往里走了, 走, 回去找他们。 说着, 林雨立马拉着安妮掉头往回走, 因为他们总共也就走出了几百米, 所以很快便找回了 他们刚和秃子分别的地点, 不过四周围静悄悄地 没有任何的人影。 秃子, 孙子, 蠢子, 林雨再次喊了一声, 见人就没有人回答, 心头不由生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他们会不会走了? 安妮健壮, 也面色惨白, 她低声问了一句, 心头扑扑直跳。 不应该啊, 林雨皱着眉头疑惑道, 他们不过就拿了五万块钱而已, 跟着镯子一笔根本不值一提啊。 刚才, 林雨就担心秃子会扔下她和安妮, 所以这才把镯子要回来。 就算为了这个镯子, 秃子也不会丢下她们, 因为一旦丢下她们, 她将一无所获。 而且秃子和林雨和安妮仇怨还没有到非要置对方于死地的地步, 所以林雨并不认为秃子会丢下她们不管。 安妮, 你在这儿等等, 我进去看看。 林雨略意思寸, 冲安妮说了一声, 接着转身要往草丛里走, 但是安妮突然一把抓住她, 颤声说道。 呵, 你别丢下我。 林雨看到她胆怯的神色, 紧紧握住她的手, 揉声说道。 那你抓住我的手, 跟在我后面。 接着, 林雨便牵着安妮踩着杂草, 缓缓地走进了刚才的草丛里。 但是整个草丛里面虽然有被人踩踏过的痕迹, 但却一个人影都没有。 林雨领着安妮穿过了草丛, 顺着秃子和栓子留下的痕迹往前走去, 只见前面突然传来了水流声, 接着便看到一条两三米宽的小溪从高处缠缠流向远处, 而秃子和栓子的痕迹也顺势不见了。 这两个混蛋可能真的扔下我们走了。 林雨虽然很不想承认这一点, 但是事实由不得她不承认。 安妮看了一眼小溪流来的方向, 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慌声音颤抖地说道。 和,你说,还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们方面的时候, 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 然后顺着找了过来, 再然后…… 她想起秃子前面讲的那个故事, 身子忍不住, 筛糠一般地抖起来。 她猜测秃子和栓子多半是被这个神秘的东西给杀害了。 林雨皱着眉头, 打亮一眼四周, 觉得安妮说的话倒是有一定的可能。 她深吸一口气, 气沉丹田, 接着用气功心法陡然喝出, 大声地叫着秃子和栓子的名字。 她沉闷的声音宛如惊雷一般地滚滚涌入到茂密的山林里, 惊起了一群飞鸟, 但是仍旧没有任何的回应。 随后林雨又喊了几声, 他们两个人在小溪边等了一会儿, 但是没看到丝毫人影, 甚至连响动都没有。 不行, 我们不能再等了, 得往回走。 林雨低着头看了一眼手表, 上面已经两点多了, 赶紧叫着安妮准备下山, 要是再不往下走, 他们可能在天黑前就赶不回去了。 何, 你认识路吗? 安妮紧紧地抓着林雨的手, 手心已经出了一层的冷汗, 声音颤抖地问道, 心里面涌起了一股绝望。 他们不就是因为对这片山林不熟悉, 所以才需要当地的居民做向导吗? 要是没有人给他们带路, 他们根本走不回去。 他们现在离着军营走出去, 大概有十几公里不说, 而且附近的地势太过复杂, 往哪儿看都一样, 根本就分不出方向。 今天天非常阴沉, 根本没太阳, 他们连个辨别方向的标志都没有, 走出去的希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不认识路也得试试, 总不能留在这肝等吧。 林雨皱着眉头, 立马带着安妮往刚才来的路走回去, 但是走回去之后, 林雨突然发现有些陌生, 似乎不是自己刚才来的路。 安妮, 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林雨打亮了周围一眼, 见这些树长得都是一个样, 疑惑地问道。 我, 我不知道, 好像是…… 安妮的语气有些惊慌。 别着急, 我想想。 林雨凭着记忆大致想了想, 接着带着安妮往左边的山下走去。 每当我被何家荣狠狠教训的时候, 我最爱听书, 尤其是铁三角的书。 你们问, 除了女婿还有什么? 我遇风天爱, 喜悼公子的我遇风天, 也同样能治愈我心中的伤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